2023亞洲棒球錦標賽 進入到最後高潮冠軍決戰 地主中華隊正面一擊日本大核艦隊 而中華好手也不囉唆 一局上半就有隊長拿摩一樣 掃出左外野方向手打席的二點安打 率先站上得點圈 也還翻了大巨蛋現場超過兩萬名的球迷 但是淘太良軍團不為所動 後續就算陳孝宇承謀推進 護送隊長站上三壘得分大門 但後面上場的林辰飛跟廖建復相當可惜 免得敲出事實一擊 結束了這個半局的攻勢 反觀日本前面兩局 雖然被徐佑熙K了三次 但是來到三局下半4號的橋本點支 是成功從龍之子手中巧除完打上壘 接著石野心也打出內野軟弱滾地球 是中華隊雙殺的大好機會 封殺了往二壘跑的跑者 卻沒想到傳向一壘的時候 林靜凱發生要命守備失誤 把球傳到休息室 領洋打擊的石野成功上到二壘壘包 而瞬息萬變的棒球場就是這麼的懸 發生了失誤之後 對手馬上讓你付出代價 下一棒的向山機身 一棒掃穿內野防區 送回了壘上隊友 用這40的一擊 幫助大河艦隊成功破蛋 而說到41級 中華隊這一戰打擊表現不算太差 前面5局都有打者上壘的好機會 然而卻總是燒了那麼一口氣 並多次出現外野Warning Track附近 遭到揭殺的飛球 頻頻流下讓球迷惡腕的殘淚 也讓這一戰嫌罰出戰的徐佑熙 縱使角出5局多達8次三針的表現 中華隊依舊在比賽前段打完 1分落後給日本 隨後進入到比賽後段 中華隊歷經六七兩局 沒人上壘的攻勢剛看齊之後 八局上半隊長那麼一樣 再度於一人出局情況下 敲出短程安打攻佔上壘 卻沒想到後續中華隊 選擇讓陳孝允執行犧牲觸擊 結果點成了小飛球 找到截殺 日本也當季立斷快傳一壘 形成雙殺手臂 瞬間瓦解中華隊的進攻 接著最後反撲了9局上半 不願意輕易舉白旗投降的中華 再度靠著凌晨飛的幸運安打 形成雷上有人的得分機會 輪到中職打電王廖建復上場打擊 卻沒想到大力一揮再度出現雙殺 中華隊這場比賽也被正式逼入懸崖邊緣 並派出陳盛平上吵代打 而他也和日本王牌嘉洋 宗一郎激烈纏鬥的10球 但很可惜最終是看著球 竟累遭到三陣 也讓日本總場1比0獲勝 粉碎中華隊連霸美夢的同時 也成功讀下奔屆亞警賽冠軍 我來提供台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